过去的几年里,安卓手机的屏幕尺寸变得越来越大 然而,手机到底小屏幕好,还是大屏幕好,至今还没有订阅 对此,有科技公司对美国用户使用手机的习惯进行了调查 Apoptics是科技公司Strategy Analytics的一个部门,该部门在4000台手机上进行了监测实验 收集了2017年至今的用户使用数据,并制成了图表 根据图表上的数据,与屏幕大小在5.5寸以下的手机相比 屏幕在5.5寸以上的手机使用频率更高,消耗的流量更多 XDA的网页解除,数据来自Apoptics从图中可以看到 比起比5寸屏以下的手机,屏幕在5.0至5.5寸 以及大于5.5寸屏的手机消耗的数据流量更多 此外,在屏幕大小超5.5寸的手机上 用户日均进行应用绘画141次 使用手机261.36分钟 使用数据流量为840兆蜂窝数据加WiFi 而在屏幕大小为4.5至5.0的手机上 用户日均进行127次应用绘画 使用手机242分钟,流量637兆 主应用绘画次数及Session 每位用户使用APP次数 对比以上各组数据可知 用户总体更偏爱大屏手机 使用大屏手机的用户 每天绘画次数更多 使用时间更长,流量消耗更大 大屏手机自然而然地吸引用户的使用 并且更适合作为生产力工具 随着窄边框 18比9全面屏的流行 大屏手机的不变之处逐渐减少 这应该是一件好事 随着显示技术的日益经济 相信未来的屏幕将会越来越大 但是所带来的问题 就是操作性和携带性的妥协 当初一个手所能掌握的手机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小女NATS系列加上之前发布的小女屏版4 很好地将手机屏幕从5寸衔接到8寸 能让消费者更好地选择自己适合的尺寸 不得不说 小女的产品定位策略做得很高明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